当客人要求酱多的时候 这天原po演绎了当店员听到客人要求酱多的反应 只见他除了餐点本身外 连盒子跟袋子都淋上酱料 网友看玩笑说 喜欢番茄酱的会很爱 你这个酱多是真的太多了 韩国人秘累日前在IG上分享一段关于台韩超商差异的影片 影片中他演绎韩国的超商有许多服务是游客人自助的 而台湾店员则是要负责许多失误 除了基本的结账外 还有做饮品、饮饮、找包裹、寄货等超级忙碌 看完影片的网友们纷纷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